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师江,又到了周末见面的时间。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家用电器的电场辐射、磁场辐射以及微波辐射,简称三场辐射。 大家关心这个问题主要是与我们的健康有关,尤其是我们的运户、婴儿以及老年人。 三场辐射的主要来源是我们家里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室外的电塔以及高压的电纳。 今天我们就用三场辐射仪来测试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的微波炉、干头发的电吹风以及手机电脑和闹钟的三场辐射数据。 好,现在我们进入室内,和大家一起观看测试的过程以及测试的结果。 这个微波炉的容积是32升,最大的加热功率是1.1千瓦。 它是in-water type的。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就用微波炉做一个测试。 我们先测试磁场。 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读数是70到100之间。 现在我们拿着测试磁往上面看看。 最大的读数有超过100、110这样一个程度。 现在我们在左边看看它的读数是多少。 左边的读数可能会低一些。 好,我们拿回来。 好,这样就是一个范围。 这就是关于职场的读数。 它的单位是豪高斯。 接着我们测电场的测试。 电场的测试,看来读数非常小。 我们拿着这个测试表在不同的位置看看。 上面一点,沿试门上面一点会高一些。 左边还会低。 不同的位置看来,最大的读数。 这个数字最大的时候是在3。 那么它呢,又表示做电场是30伏每米的读数。 我们下面呢,再看看这个微波辐射的情况。 好,现在一看,这个好像马上就报表了。 超过了读数量产的最大值。 这个读数呢,是在第3号。 微波辐射,它的单位是毫瓦每平方厘米。 所以呢,它的微波辐射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是微波炉吧。 现在呢,我们拿着这个意气呢, 远离微波炉看看。 这个读数呢,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现在的距离呢,大概是, 一开微波炉呢,是2米左右。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读数已经很低了。 现在我们走回去,这个读数呢,又很高。 又超过了这个。 嗯,远离的这个量产,具体是多少呢? 不知道。 反正是,嗯,大于1的。 好,我们现在回到词长,50了。 OK,嗯,看出来,现在读数呢,是50。 50到70之间,60吧。 好,我们拿着这个意气呢,往后退。 往后退,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读数呢, 也是越来越小。 也是越来越小,小得非常低。 现在已经低于3了。 好,我们再返回,回去。 看看这个读数,是不是逐渐会升高的。 好,这个读数呢,又越来越高了。 对,对,对,对。 又回到刚才的50到70之间,这样一个读数了。 这就是,嗯,随所距离的增加呢, 它的,不管是呃,磁场辐射,还是微波辐射, 它摔入的非常快。 先测磁场。 刚开始,我们把电吹风打开。 最高达到60点。 那现在是电吹风呢,就是,就是, 就是吹风的时候,我们把它加热。 最高达, 对。 然后,最高达是, 加热的时候,最高达。 然后,在这个位置最高, 我们把它压制。 那这个位置就是超步100。 这一个。 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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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00。 这个是电吹。 这个是电吹。 电吹,电吹,电吹,电吹就高了。 电吹在这个位置。 对,电吹在这个位置,是满车的。 电吹。 那,微波辐射呢? 微波辐射很小,就长一眼明昂。 我们现在来测试我手提电脑,它的电磁辐射。 现在磁场。 显示是在2左右 放在这个键盘上的时候好像比较高 不同的位置 这个位置大概比较高 这个位置大概是CPU的地方 最高能达到6 达到9,10,15 然后我们打到电场 这个位置最高 这个位置最高是20 3,25 最高是 辅射也没辅射 0.3,0.5 辅射 这个就是传统型的烙箱 直接插220-240V的电源 现在我们测一下磁场的辅射 我们看看有多大 现在读速是25左右 我们看看左边 对,左边下侧 这个地方读速好像非常高 已经基本上到满壳度 对,读速到100 那也没有满壳度也没有超过多少 那就是满开度100 好,高丝 这样一个读速 我们看看电场怎么样 电场这个读速 然后我们看看 右边看看 左边呢 我们在上面拿起来看看 最高的读速 最高的读速 15 哦 会逐渐的增加 最高的地方 再拿高点看看 和平坡一样起的时候 有 20 意味着200V每米 现在看看 这个 Microwave 就是微波辐射怎么样 微波辐射这个读速好像一直 比较低 0.05 我们再看不同的地方看看 好,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测试过程 已经结束了 大家看我把所有的测试结果 归纳在这个表格里面 以便大家随时可以 查阅 我们下一期视频呢 是测试室外高压电塔 以及居民区高压电缆的三长测试数据 等测试数据出来以后呢 我们再一起讨论 一起分析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1